音乐 这是位于高雄左营的郡村 环境清幽 鸟语花香 给人的感觉就很适合 艺术家这一次专心创作 南台湾终身代画家 李明泽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他除了绘画 也不断尝试其他媒材和表现方式 像是传统庙会中的皮影戏 就是他近来喜欢运用的元素 我们小时候在杂画店长抽的 几乎绝版了 他也费心收集来当作 装置艺术的灯饰 难怪有人说 看李明泽的作品 就像在浏览他 或是你我的成长记忆 走一趟高雄市立美术馆 可以看出更多李明泽 关注生活周遭和文化的艺术内涵 李明泽经常混合古今 以超时空的写景造进方式 穿梭于童年对武侠漫画故事的幻想 时而寓意于乡土民情 将情绪移转到画布上 一张张诙谐 名士或暗讽的画作 就应运而生 90年起的公子春游系列 有着李明泽自我幻想为 李公子的云月自在 这张四十而不惑 则是对过去生活周遭的记忆 它是我在画室 然后好像在看天下这样子 回想以前的事情 还有周遭的环境 以前我记得我家 文春有招小偷 那个这个 所以把它画文面的 那个小偷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还有我家的贵面 它是一间庙 还有就我去各地玩的那种风景组合 像半平山 万兽山 就把它组合下 由于喜欢泡汤 李明泽也将汤污入化 化出身边这群来自四面八方 共处一室的陌生人 因为我很想要泡汤 感觉很轻松 因为就是都轟到轟轟了 现实的我生的 和我的想象的空间 要结合 我落下了一些 我把隔壁的和爪 他的人才能发尾 这是他公囊的个性 我都会想象 他是不是他们两个玩笑 他偷偷要来替他暗设 你知道嗎 這是我在學校自己想的那種過程 那他又有發覺 他有發覺 還有發佩 他其實我是說 他是不是那個猛鬼的化身 他教我們在社群區 但是我對他沒有了解 那其實想像那一部分 讓我覺得畫畫比較漂亮 樂趣 那他現在就在人家 在社群網站上 當然是作為裝備 不管你有什麼很高深的功夫 你都要把它卸下來 他從高雄到台南長走的 台十七線沿路人事景物 也是他作畫的靈感 這頂的地方就是台十七線 就是因為我高雄 我都會去台南 我就走這條台十七線 因為走久就比較有感情 像一些畫畫這樣 就是我開始畫這頂端 是我們這個人開始畫 我沒有打草稿 我就是毛筆 沾黑色的那個壓克力原料 然後從這邊去畫這個人 再畫廚 再畫花花草草 再畫一畫一畫一畫 我覺得這可以加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還可以畫一個人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到 空間跟空間的那種 那種粗粒有到它影響 火中影響 四十號就是王建民 那為什麼把它畫成女生 我感覺是運動員 但是我感覺她 不像是運動員這樣 我感覺她很有使用 有台灣人那種 韓式啊 團潤啊 那種個性 完全表現 他現在的大聯盟 那種個性這樣 對 以平民藝術家的社會責任與體驗 李明澤常引出新舊文化的衝擊 和對新聞時事的感受 這幅台灣頭 台灣尾 就是當年台海飛彈危機下的創作 起心動念系列 融合佛家的法像 藉由眉心到鼻頭的不同呈現 傳達凡人在起心動念之間 無法抗拒慾念的心 該主要 這個起心動念 就是公人的心這樣 他比較單純 他只是在談心 想什麼東西 其實他是跟佛教沒有關係 因為我跟朋友接觸 他因為他是寫道教 他跟我講說 這個眉心 眉心 這個地方是人 最脆弱的地方 他好的 他肉的 他都會按眉心才照應 也不知道說他是什麼人 他也是找不到目標 找不到目標是怎樣 因為他的心不安定 他不安定 他也是要找一個理由 他覺得很安心 他也變成很快樂 李明澤從1981年 就以中國風這幅畫 得到雄獅美術新人獎 當時才24歲就獲得肯定 直到陸續會邀到 威尼斯雙年展等國際議展 李明澤的話 一直有著 對在地文化的濃濃情感 當許多人 紛紛追尋前衛新潮流的時候 他卻潛心觀察 周遭生活環境 文人正是帶您欣賞 更多他畫中的精彩故事 和令人玩耳的寓意